郭敬明自从华丽转行导演之后 在娱乐圈的发展堪称顺风顺水 不仅赢得了好人员 作品更是陆续搬上了大荧幕小饮品 可谓满地开花 这七月份的《小时代4》还没上映 下一部电影《绝迹》早已从选角开始就做起了宣传 末了自然得宣告自己的华丽出镜 郭导果然是高智商啊 这新闻头条似乎就没断过 想当年不知道多少少男少女 曾经在郭敬明温柔细腻的纹笔之下 十多年过去了 如今他们的孩子都已经可以打酱油了吧 近日郭敬明早期著作《幻城》 即将被改编电视剧的消息一出 更是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自2003年《幻城》出版以来 不仅销量突破了500万册 更是被网友封为史上最强IP 想必此次改编成电视剧也一定相当精彩吧 至于大家最关心的演员阵容 在6月9日换成全民世系启动活动上 出品方表示 这部即将在8月开拍的新剧 将通过全民选角的方式确定演员 不知道这次是否又能挖掘到一些 高颜值的明日之星呢 郭敬明自从华丽转行导演之后 在娱乐圈的发展堪称顺风顺水 不仅赢得了好人员 作品更是陆续搬上了大荧幕小银品 可谓满地开花 这7月份的《小时代4》还没上映 下一部电影《绝迹》早已从选角开始就做起了宣传 莫了自然得宣告自己的华丽出镜 郭导果然是高智商啊 这新闻头条 似乎就没断过 想当年不知道多少少男少女 沉浸在郭敬明温柔细腻的文笔之下 十多年过去了 如今他们的孩子都已经可以打酱油了吧 近日郭敬明早期著作《幻城》即将被改编电视剧的消息一出 更是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自2003年《幻城》出版以来 不仅销量突破了500万册 更是被网友封为史上最强IP 想必此次改编成电视剧也一定相当精彩吧 至于大家最关心的演员阵容 在6月9日换成全民世系启动活动上 出品方表示 这部即将在8月开拍的新剧 将通过全民选角的方式确定演员 不知道这次是否又能挖掘到一些高颜值的明日之星呢